Dance Mazing Dance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 胡闹卫视2013全民创意舞蹈 极曲旧旗舞飞扬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老水老船的KK 我们是1月电线 013184801364 848001365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接下来让我们 用最热情的掌声 一起来欢迎 今天四位大咖级的评审老师 出名舞蹈表演出家 程佩依老师 还有大副女朋友刘真 演示戏剧组织 丹妻女性戴军老师 全新美剧演员主持人 刘燕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第一组选手 我名字叫方璇 今年6岁 我出了一点交通事故 体重增加上86斤 我喜欢别人叫我佛 我叫李森卡 因为我非常爱干净 大家都叫我李森卡 你还好 宝贝安静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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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we, we, we like party hey, it's time, Maria you can take it, you can take it, Maria damn, girl, you so hot and sexy b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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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 to me b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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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 to me 神 simply bato, jim to me 所以你们 耍手繭 你几岁了 吉 Expand 几岁 三 真的谁都抢不走非非的光芒 但是在最后一秒的时候 小胖那个肚皮上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她有真的抢到风头 这是谁啊 青女孩 什么 啊 又开始跳了 哈哈哈哈哈哈 音乐停 停 停谁说话啊 哈哈哈哈 这个肚皮上是什么呀 女孩 啊 女孩 是哪个女孩啊 我不知道 为什么只有你有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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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待会儿音乐从后面 我们聊 看看他们能不能接上 我们聊会儿天儿 好吧 因为我觉得 他们只要有入乐 我跟你说 KK聊天绝对没有放音乐 还有效果 我们要听音乐 都接得上哎 都接得上哎 不是咱们先进入打分时刻吧 表演非常出色 菲菲真的爱死你了 财老师的分数是85分 我觉得孩子们快乐是最重要的 给他们的分数是 85分 在打分之前 我可不可以静看一下菲菲啊 好 菲菲你愿意吗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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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拒绝我 太可爱了 那我今天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零十位数是80分 80分 你看 你看 你不走过来 菲菲不走 是留着你也太笨了 菲菲不愿意走过来 你不会走过去啊 我好想把她抱走啊 来啦 菲菲 菲菲 她抱着你 你什么感觉 我记得 做你干妈好不好 我不好 你过来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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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阿姨一口 我给你打100分好不好 她好现实哦 好坏哦 好 好了 阿姨说到做到了 100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第一群古灵精怪的小可爱 她们在奥特特区 到底奥特调哪一位评审呢 小胖在抱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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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佳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奥特呢 最厉害了 告诉大家 她们拿到了270分的好成绩 因为她们是第一次选手 所以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 来等待后面选手 对她们的挑战加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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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在抱她 太好了 我是一名反串舞者 而且我的反串舞蹈学了13年 也专门是以5.5反串为主 沈佩奕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女生 我这次就专门为她而来 我不知道这次应该跳什么舞蹈 反正我这次绝不跳反串 期待吧 最后大启 谁去奥特曼 谁去奥特曼 无数 我们 zur见面 我最后大启特曼 这次在奥特曼 我在太世了 这次来的奥特曼 是 在江津特曼 2 2 2 3 3 4 4 轢 4 5 5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家好 我叫孙克 来自四川全都 这个舞蹈我把它命名为 生命的渴望 其实我已经是一个枯死的树木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时候 我再一次新生了 我理解你应该是表现的是 一个树林里的精灵 但是你自己描述 你是一个枯死的 是说自己吗 对 可能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是一名反串舞者 我从15岁开始 我学习女生的古典舞蹈 学了13年了 我都是每天要化妆 然后穿上各种朝代的服装 然后但是演出的地方 并不是高雅的殿堂 就是一般的夜场这种酒吧 一部分人非常的欣赏我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非常不理解我 毕竟你是男生 你去跳女人的舞蹈 从2009年 就没有从事这个反串这种职业了 我现在呢 自己开了一家舞蹈培训 教古典舞跟形体 我要告诉你 你的人生不是为那一部分人而活的 是为自己而活的 反串艺术已经是被老百姓认可的 我们看到了玉刚 他哪怕是在国际的 这种舞台上表演了 他还在继续从事 反串的艺术 没有人不爱他 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反串的经历 成为自己的一种心理阴影和阴霾 你说这个舞蹈 其实你要设计的是 你对舞蹈的追寻 所以我觉得你最后的结束动作 我感觉可以更向上一点 因为你最后结束动作是 对 然后拍 我自己拍得比较消极 对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向上迎接的感觉 会让你整个作品 是阳光的 是正面的 也比较符合你现在自己的状态 这是我的建议 好 谢谢 我这次来到齐舞飞扬的舞台上 我是三位老师我都很喜欢 但是唯独坐在郑中军 知道沈培叶老师 你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女士 这次我要求导演我必须来 不管我跳成什么样 真的 你对我的帮助 虽然我没有见过面 但是你的影视作品 跟着阳光跳舞啊 你的历人行啊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梦里落花 这些我都在关注 曾哥就是沈培叶老师的超级粉丝 特别浮照的时候 我就看他的舞蹈 我的很多这种变化是沈老师 给我带来的 这次我想要求沈老师 能不能给我出个秘密题 或者怎么的 你用你的语会我来表达 就让我感受一下你是我的老师 我先上持续劲 他要记性 好 假如现在这个舞台空间 是一个你十年不曾再进入的 一个舞蹈教室 但是突然有一天 有机会让你再次进入 你曾经非常熟悉的 你为之挥洒汗水和泪水 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时候 我想看到你的心态 应该是什么样的 生活一个 这个时候不要让人看到 你是一个舞者 你就是一个平常的人 你看到了你熟悉的把杆 你抚摸把杆 抚摸把杆 你开始扶着他擦地 你开始扶着他擦地 还是当年那个舞者吗 看看自己的脚 还是舞者的脚吗 走一走试试看 慢慢的舞步 开始一点一点的舞步 逐渐恢复舞者的状态 舞者的生命从你的里面复活 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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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音乐走 不要停 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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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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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 流动 流动 转身 低头 慢慢抬起头 表情在额头上 表情在额头上 好 谢谢 好 太完美了 杆老师 我太爱你了 太爱你了 非常好 这是舞者和舞者之间 灵魂的交流 我相信这一次的旅程 一定会让孙克永生难忘 我抱他 非常难忘 非常难忘 好 学生吧 真的好棒 好 谢谢 谢谢 我从来没有配一个酸 老师肯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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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上已经满是汗水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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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大概开播 已经七 八个月了 沈老师很少上台互动 因为沈老师这两天的身体 也不太好 腿部有点受伤 走路都有一点跌跌撞撞 今天看到了舞者之间的这种交流 会让我们觉得 那是一次完美的旅程 谢谢沈老师 我之前是主持人 我主持了六年的时间 我一直以为 我很爱主持这个工作 然后这两年我为了拍戏 我把主持工作全部推掉了 因为我以为 我内心是很爱拍戏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 《爱跳舞》的孙柯 我觉得很惭愧也很自卑 特别是当你跟沈老师之间 舞者灵魂交流的那一刻 我深深地自卑和自责 我在想说 无论是我 还是电视机前大部分的人 当你说你爱一个人 当你说你爱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问问自己的良心 你有拼尽全力的 百分之百地去做 百分之百地去爱这件事吗 孙柯所以今天你给我上了一课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孙柯的大分时刻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个 舞动的灵魂 孙柯你让我们非常感动 而且真的不希望你把未来的重心 转到教育方面 而放弃了你的舞蹈 我觉得你应该是活在舞台上的 所以今天对你的表演 我给的分数是 各位数十零 十位数十零 百位数十一一版本 我们来看看沈老师的分数 我再想想好吗 让他们先打 孙柯你今天来真的是太值得了 身为一个舞者 我也非常地感动 因为沈老师在我旁边一直大哄 流动 流动 然后你会感觉到 其实真正会跳舞的人 他是不需要示范 他不需要肢体的演练 就可以告诉你要怎么跳舞 那我今天的分数是 各位数十我十位数是 九位数十九吗 九十五分 我觉得真正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我要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像你一样 永不放弃 各位数十我十位数十九 九十五分 我觉得特别感谢孙柯今天来 让人们认识到舞蹈的高贵 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 一个舞者灵魂的高贵 这一点是最好的彰显和示范 比作品本身更重要 所以我给你的分数是 九十五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奥特特区看看 孙柯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老师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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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都是女生嘛 然后戴君老师 跟我都是男士 所以我觉得奥特特他 我觉得很正常啦 没有 我跟你说 而且他得偿所愿 他想得到了已经得到了 所以非常好 真的 谢谢戴君老师 谢谢 告诉大家 孙柯拿到了285分的好成绩 所以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 威武冠军吧 好 谢谢 孙柯 再见 孙柯 再见 孙柯 加油 孙柯 加油 我希望能以这次舞蹈 祭奠我的大学 我的青春 记住参加 记住我们 people dancing 我先走 我现在走 我先走 匹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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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园 游厅 呸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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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是学学徒保持与荒漠化环制 有点长 我是学生物工程 我是机会机的 我是环境工程的 我是头目工程的 你呢 食品质量与安全 水餐养殖 所以没有一个人学舞蹈的 但是创意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整个舞蹈的风格转变 那个快节奏的街舞出现以后 很惊喜 你们的小设计 就是管理人员 从那个胳膊伸过去 那边在抓贼那一段 真的很棒 差不多每天要花多少时间排练 几乎是每一天晚上 都会去舞蹈室排练 就到那个宿舍要关灯了 对对对 那请举手 哪位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你们女朋友什么态度 女朋友因为排练时间比较多 会经常跟我闹别扭 然后会怀疑我跟她有点什么 有一声冷汗 听到一声冷汗 三位应该都是学长吧 对 我们三位都是大三的 然后 剩下几位是大几的 大二 大二 你们没有女朋友 没有 女朋友都去哪了呢 被学长抢走了 不容易啊 这我特别有感触 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根本找不到女朋友 其实舞蹈编排非常好 理工科男生脑子特别好使 但是缺陷是表情 你们脸上是没有表情的 没有表情的话 要么你就是戴墨镜 所以我让他们去拿墨镜了 你穿得很好看 白衬衣什么的 有一个长得像寒根 所以借给你用一下 其实你是他们当中 唯一一个表情算多一点的 至少有三个动作 所以你试一试 嘴巴要张开 要有表情 对 她戴上以后 不想喊个像鸟叔 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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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不笑哦 也可以不笑哦 有有有有有 哇 有没有帅一点 帅很多耶 真的 你们要是都不太爱用表情 就全戴墨镜跳 谢谢刘延 谢谢刘延 对 这样好不好 刚才那一段舞蹈老师 并不是特别满意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 可以给他们冲击力 还有啊 有点信心好不好 是笑 好 加油啊 我为你规 ?" 味道有比我冲击艺 chuẩn почему对 我的心里也有 我爱你 爱你 谢谢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大分时刻 前半部分特别的好 非常有想法 非常有创意 但是不像文科的学生 会讲故事 后面的故事 就讲得不完整了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整个表现非常的OK 各位数据零食 位数据有90分 就是动作的幅度 可以再大一点 感觉有点太拘了 各位数据零食 10位数据就90分 当你在跳舞时 你要想象你的舞蹈 是要让女生尖叫的 是要吸引女生注意的 然后跳舞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自恋 你要自恋 真的 你一定要觉得 你自己是最棒的 KK那个 KK那个比较自恋 叫自嗨 那我的分数是 85分 第二段舞跳出来的时候 你们表情有变化了 其实已经有改变了 这就是你们笨的一点 不知道充分利用自己的女朋友 让她们来给你们穿衣打扮 让她们来给你们挑刺 这样就会好很多 9位数据零 10位数据就90分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奥特区 看看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老师呢 我想它们今天就结设了 要光与他们做得更好 《错误》 按主题 我想你立足的 科欧特伟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见了发出声音 为什么 为什么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感觉他很严肃 其次是他非常壮业 我怕我们这种小技巧 没办法感动他 没事 没事 他们拿到265分的成绩 离我们的威武冠军吧 还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要跟你们说再见了 但是今天七个大帅哥 让我们看到了理工男 仍然可以耍帅 仍然可以很有情趣 仍然很会跳舞 谢谢你们 加油 我叫吴九坤 我是一个油漆涂料坤 我26年前就开始学习P6 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教学 曾经摆断过三只腿 我已经有15年没有跳P6 但是我看见了七五复杨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为我准备的 所以我应该来 贝尽 贝尽贝尽 清晨的谈记 任性幻影 你都没想到我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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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重现了电影霹雳舞的场景 那个电影你看了多少遍 看了60多遍 60多遍 当时没有其他的学习途径 我们只能看这部电影 好在那时候电影票比较便宜 电影我是逃票进去的 啊 爬墙进去的 然后我在电影院我整整看了一天 我也不出去也不吃饭 我就喝自来水 看整整一天 你今年 我43岁 这个年龄太了不得了 我跟你说 因为过了35岁以后 这个骨骼里面的那个盖流是很厉害 所以很难跳膝盖地面的那个动作 还有那个手掌支撑全身 这两个让我摊为观止 所以感谢你带我走回了时光隧道 让我回到了18岁的时候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老师 您是一直都在练霹雳舞吗 嗯 有15年没有跳了 啊 中间就为什么不跳 就是15年前我右腿粉碎性骨折了 医生说不能再跳 如果再跳我会这个会残疾的 那为什么现在又 前几年的样子就 反正就没有很大影响了 感觉就可以正常的活动 就不受影响 然后在网上有一个霹雳舞群 大部分都是70后了 然后大家鼓励我也再跳一段 我就录了视频给我们群里面 那你那个视频网上点击量大吗 现在有200多万 哇 你比我还火呀 太火了吧 家里的人只是吗 家里人不知道我跳舞 因为从那个出了事情以后 家里不让我再跳舞了 我也承诺了母亲不再接触这个舞蹈 然后我踏踏实实地去做工 如果跳舞我们也不能作为职业 昆哥 你跟大家讲一下 你多少年没有见到母亲了 没有回家 有七年多了 快八年了 为什么 今年不回去就八年了 为什么 97年欠了将近20万了 霹雳舞跳得很好的时候 然后跟朋友合开了一个公司 对不对 对 97年的时候 97年的时候 本来是说好我们一起投资的 但是我的伙伴有困难 然后就是说我垫出这部分钱 钱垫下去之后 这公司也不是正常的 就是良心的运转 就等于全部亏损了 等于我的钱也全部亏了 那你这几年 一直都没有跟你妈妈联系过吗 有联系 我可能过年过节的 都会给妈妈问候 但是没有勇气去见她 加上回去了 我母亲问我有没有带女朋友回来 然后我们这个 你43还没有女朋友呢 没有 一直都没有 你都43了 那妈妈年纪一定更大了 妈妈75岁了 你有没想过什么时候见她 是要等把所有的债务 都还清了再见吗 对 然后也想达成我妈妈的心愿吧 她想看见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样好不好 龚哥 我相信这期节目 阿姨一定可以看到 跟阿姨说两句话 我随便唱两句吧 其实我也不会唱歌 但只是说这首歌我很喜欢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掉眼泪 你一路学的新书包 有年给你拿 你委屈的美花 有人给你唱 这个人就是娘 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无论你走多远 无论你在何方 无论你在何方 到什么时候忘不了 咱的妈 妈妈 昆哥 对不起 昆哥 阿姨 欢迎你 慢慢放 猫 慢点 慢 少� ice 我是什么 最爱 摁 你好 阿姨 您刚还记得 跟儿子多久没见了吗 七八年 七八年 我经验了 七八年 您想他吗 赵得ی不赝 什么 后来都成为她 我们都可能ır 所以 但你咋不叫他回家呢 我外婆说她一直在外面 不敢回家 在家里签了很多账 而且我外婆一直很想念她 但是一直都不能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说还蛮少年贴 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看到别人家一家团园的时候 特别想念她 你在家里来 你不单身体是了单的 你说这个在外面 不单个样子都不单 我外婆在家里 一直都提心道胆 不知道我舅舅在外面 到底身体好不好 其他方面好不好 反正日日夜夜地为她担心 我也是很想 就去深圳一个人打拼 到时 我是连个两年不敢回家 因为第一 第二年 我站会台 做流水线 学海豚 我干了很多职业 我觉得没钱不能回家 不能见父母 等到第三年 我开始在歌厅唱歌了 我第三年回的家 但是今天我看到外婆出来 我就觉得 我当年这么做错的 你七八年前 你离开家的时候 妈妈没有那么老 摆了头发 以前都是黑的 不要出头这天我再回去 再回去 家里的情况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这就遗憾一辈子了 不管有钱没钱 有事就回家 都回家看看妈妈 我觉得身为人 他就是人之子 做人首当先的是孝 古人说得好啊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不论你到哪儿 你至少应该让你妈妈知道你在哪儿 你不应该就这样 就离开妈妈 更何况你看现在妈妈已经两病斑白了 这都是对你的思念 作为舞者 在学会跳舞之前应该先学会做人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 坤哥 我想告诉你啊 这个世界上不论你犯了几次错 能够一直原谅你的 就是妈妈 我觉得你等一下要录完影 你也不用等结果 你可以直接就陪妈妈回家 让妈妈大骂你三天三夜 那是应该的 太不孝了 不可以这样子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见一次少一次 七年了你没有回去 你有自己的理由 家里欠了债 回去可能就不得安宁 但你要想到 你回去不得安宁 其实你不回去 年迈的妈妈在家里 你觉得是安宁的吗 只要家人在一起 那是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的 一定都可以面对的 欠债嘛 谁没欠过债啊 家里苦的时候 我妈妈病的时候 家里全欠债 还嘛 一点一点的还 还十年不行再还啊 但是一定要在一起 家人 一家人在一起那才叫家 好吗 昆哥 以后经常回回家好吗 好 我一定回家 他一定回家 阿姨您放心啊 会的 好的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吴九坤的打分时刻 这是一段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舞蹈 陌生人发在我们的身边 每个人都要记得 养我们的是谁 生我们的是谁 我们不能够等到有一天 让自己留下遗憾 关于今天的舞蹈 我给的分数是 九十分 九坤 不要网坐七尺男尔 我给你的分数是 各位数字0 十位数字九 九十分 我希望 你真的赶快回去陪妈妈 那今天的作品我的分数是 各位数字五 十位数字八 85分 昆哥跳舞其实跳得特别好 又特别有范儿 但是要记住一点 跳舞不要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因为您跳舞的时候 其实眼睛没有太多的跟我们 跟观众交流 下次可以试一试 你看你又低头了 太启动 不用不好意思 就像我们这样子讲话 你也是看着我们 跳舞的时候 也可以用眼睛去传达 你跳霹雳舞的快乐 就是这样 挺好的 90分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奥特区 看一看吴久坤到底会奥特调 哪一位评审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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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严 有三个老师打了90分 你是其中一位 没有理由 不想说 你不知道柳妍的外号吗 宅男女神 她43岁了还是一个人 所以痛恨宅男女神 OK 可能九哥现在的心思 已经不在这儿了 他特别想赶快跟妈妈 一会儿回家 带妈妈去吃好吃的 对 好不好 阿姨 我们也欢迎您来到 我们的舞台上 妈妈身体要多保重 身体一定要多保重 告诉大家 坤哥这一组拿到265分的成绩 有些遗憾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但对于坤哥来说 应该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天 特别快乐的一天 祝福两位 我这个人就是你啊 我这个人就是妈 我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他们都是曾经的留守儿童 现在成了流动儿童 我是来自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舞蹈老师 今年年初我就带着我的大学生 艺术志愿者义务为这些流动儿童排练了舞蹈 我就想让打工一族的父母看了之后 能够一年回家看孩子一次 爸爸妈妈我想起你们了 谁是奥迈 都好奔抬的技术 各位旅客请注意 由广州开来的农兵工专掠 即将到达文章 请接站的亲友做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 compris《劉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 compris《彼此沢窢》 《雪兰迡エン gateway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我想你 谢谢 在电视之前在外打过的爸爸妈妈说 好 你说 来 爸爸 妈妈 你一定要回来 看过我们 谢谢 谢谢 我是湖南公 我叫庄米香 这有湖南老乡 你是来自哪里的 我是来自广东的 爱广东人啊 我是来东北的KK 今天这节目没法录了 哭子算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 直接就可以上央视春晚 对 我可以 咬一下 戴晓婶老师 今天几次累奔 对 我没想到这个作品是这么开始的 就是在火车上 然后等待 栽着自己的父母的火车 到站 我有亲身经历 我是广东人 我三岁就离开父母 离开广州 到了武汉 是我的外婆和我小舅把我带大的 我每年 在假期 我知道我爸爸妈妈要到的那一天早晨 我会一大早地起来 穿着最漂亮最漂亮的花裙子 但是是打着补丁的 由我的外婆小舅带着一起到车站 去接我爸爸妈妈 然后我会特别欢喜地 期待看到爸爸妈妈抱我的那一刻 第二期待的是回到家里 爸爸妈妈打开那个年代人造格的小皮带 看他里面装了什么好礼物给我 但我最不愿意 期待的 却每次我必须都要经历 就是妈妈又要离开我 回到广州的那一天 我躺在我妈妈的鼻弯上 舍不得放手 所以我看这个舞蹈 我真的特别有感触 一下勾起我很多很多的回忆 我坦率地说 我现在我对我父母的感情 我就不如我的妹妹来得那么自然 我能看到我妹妹在父母面前撒娇耍赖 我做不到 我一点小我就做不到 所以我在想 如果父母有能力 哪怕可能只有一口饭 自己少吃一点 云给孩子 尽可能不要离开孩子 今天我们其中有很多孩子的父母 也来到现场 我们把他们请上台来 掌声欢迎他们 我们找一个家长代表好不好 我姓曹 曹丁丁的爸爸 来自四川疑病 他应该是两岁半的时候 我才见过他第一面 两岁半 两岁半 对 当时我们那种随时的生活 跟环境的屁股 没办法把小孩子留掉在家里 我们带广东来创业 我特别能感受 曹先生说的这些 因为我们四位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当过农民工 我十几岁就去了深圳 当时我们整个电子厂里面 全部都是来自韶关的 然后父母把我们送到那边 就等着将来有一天 如果我们能出人头地 我第一年就遭遇了 我最好的一个同伴 当时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去爬那个比加山 说啊 避邪 避邪 然后在那里还说 你看从比加山看过去 那边灯火辉煌的是香港 我们长大以后要去香港 我们下山的时候 还骑着自行车 上面插老的猪鱼 在那里啊 一如喊回来 第二天那个男孩 在上班路上 就被那个香港的大货柜车 撞得飞起来 几天以后他妈妈 就把他的尸体给借回去了 在那里哭 说我儿子只有17岁 这就是我们最早去深圳那一波 我们20多年前的生活 然后慢慢 慢慢大家都长大了 我是最早跳出电子场的那些 出不来的 在场里结婚了 六个男生 六个女生 一间房间 他们结了婚了 有了孩子了 孩子没地方住 只有送回老家 所以有很多流少儿童 他们每天会去看一次 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 我们一定要出来 我们出不来的话 孩子怎么办 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呢 我们还有一位大家长 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 学习舞蹈的一位 非常优秀的导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 来欢迎朱老师 朱老师 您好 各位评委老师 观众同志们 大家好 朱老师 您平常是怎么样 跟孩子们相处的 因为我是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的舞蹈老师 然后我平时到一些 普通的学校 小学去教舞 那些小孩都很快乐 眼神里边都充满了幸福 但是我到了这个 我们中山市不爱小学 是我们中山市第一所 外来工学校 这些孩子呢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开始眼睛可能会回避 神态有点优异 有点怀疑 他们会不自信 不自信 但是当您接触了一段以后 他们真的很棒 一点都不比贵族学校的 那些孩子差 观众同志们 我们的学生棒不棒 其实看到作品 只看到三分之一段的时候 我确定了一下 我上面的资料 是来自广东中山 一个外来物工人员子弟学校 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 如果专业的院校或者团队 跳成这样 我会觉得是应该的 但正是因为他们是不专业的 可是他们跳得比专业还好 谢谢 还有我觉得要谢谢朱老师 您是非常有人格魅力 和艺术涵养的一位老师 因为这样的作品 是绝对有感情的作品 不是谁都能编得出来的 所以真的要谢谢你 我特别好奇 最小的小朋友几岁啊 这个 我给他们教舞的时候 他还没有过七岁的生日 六岁半 我觉得中间那个男孩 绿衬衫的 这位 梁景宇 景宇 我觉得你跳得特别好 谢谢 景宇 为什么 怎么了 景宇怎么了 特别想爸爸是不是 就是这个时候 景宇因为他的父母 也都是打工的 然后呢 他自己特别热爱舞蹈 你看他五年级了 他的个头 还和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差不多 但是他非常刻苦 大家觉得他跳得好吧 他跳得最好 非常好 加油 我们这些孩子啊 他们是曾经的留守儿童 现在的流动儿童 大家不要担心 这些孩子的心底足够坚强 我们祖国的未来 少不了他们 他们也是祖国百花园中 最灿烂的那一朵 老师 老师刚才他们在上面 点评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人 都潇然泪下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湖南卫视 感谢湖南卫视 搭建一个说人民新生 百姓舞台的这个起舞飞扬 谢谢湖南卫视 谢谢评伟老师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孩子们的打分时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卫视 2013全民创业舞蹈 我们现在要听听秀企舞 非常地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孩子们的打分时刻 这在我的心目中 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表演 100分 朱老师真的很有爱心 你把这群孩子教得这么好 你们把你们对舞蹈的整个诠释 完整地展现出来 我觉得他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 那我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0 10位数是0 百位数是100分 中山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我在广东长大 我去过 而且我也看到 有这么好的一所学校 但我觉得不够 你们的精彩表现 也说服了社会各界 我们要怎样给外来工的儿女 解决这个就学的问题 我们要给她怎么样的 和普通城市孩子 一样的教学环境 所以你们的舞蹈 不仅仅只是一个舞蹈 所以感谢朱老师 感谢所有的孩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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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位数是0 十位数是0 百位数是1 100分 一个建议 当我们穿立衣服的男演员 最后他往前跑的时候 跑之前父母调度两边 用你的肢体控制 慢跑 在慢跑的过程中 伴有他的大喊 那么三个人一起 往中线慢跑 直到最后抱在一起 这样的这种撞击力 会更强更感动人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沈老师 谢谢 总之我很喜欢你们的舞蹈 100 100 100 各位数是0 十位数是0 百位数是1 100分 好的 四位老师都给出了100分 我有个请求KK 哎 你说 我想用很短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和沈老师的故事 这个故事沈老师 到现在都不知道 在我上初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 领着我到武汉江岸 洪小兵去学习舞蹈 当时在舞蹈室里边 只有9岁的沈老师 沈培一老师 教我读武训嘛 可能沈老师早就忘了 那时候您几岁 我11岁 您现在是 我现在50岁 将近40年前 还有 你暴露了我的年龄 对不起 故事没有讲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和沈老师 就没有任何联系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在山东济南 当年的88年9月份的 舞蹈杂志上 登了一篇沈老师的文章 在这个动作的世界里 我看了以后 就像看到一个好的作品一样 激动的 就那么寒冷 我坐在教室里 一口气 以口气 抄了一天 把这篇文章 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 大家看一下 后来我从事几十年的舞蹈 教学和创作 一直到我的作品 在全国包括CCT舞蹈大赛 拿第一名 但是沈老师的这篇文章的一段话 一直在陪伴着我 您可以背下来吗 我会背 舞蹈是一个世界 心灵和动作的世界 让感情和理想 尽量得到满足的世界 在这个动作的世界里 我经常得到 比现实丰富得多的快乐 同时也体验到 比现实更强烈的痛苦和寂寞 所有的情感 所有的情感 在这里放大了几倍 几十倍 因此我的生活 就变得更丰富多彩 因为我太激动了 没有 没有几十倍的好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要让沈老师 在这个陪伴了我 将近20年的笔记本上签个字 圆我的梦 还要要沈老师一个拥抱 这是将近40年之后的 又一次相聚 朱老师拿着 他记录了20年的生活的笔记本 再次见到了 曾经见过的沈老师 那一年沈老师只有9岁 而朱老师是一个11岁的大姐姐 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好 谢谢 不着急 不着急 沈老师是我认识的 许多优秀舞蹈家里边 能把舞蹈上升到哲理性思考 而且他的理论水平和文学水平 也造就了沈老师今天的成就 所以同学们 孩子们 观众们 一定要教我们学舞蹈的孩子 要好好学习 要把文化课学好 才能像沈老师一样 走得更远 走得更高 加油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奥特特区 看一看他们 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老师 刘坚老师 刘坚老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是跳拉丁舞的 可能会有点不喜欢我们的舞蹈 不会 我太喜欢你们的舞蹈了 对不起 告诉大家 他们这一组成绩 拿到了300分的好成绩了 那恭喜他们可以进入威武冠军 我们是长生中的玉林龙组统 我们的舞蹈属于高空作业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 舞蹈和技巧性的培训 幸好我们是彼此最信任最默契的人 因为我们相恋十年了 因为我们两方的家庭条件都很差 所以高线点都没有结婚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美好 我在空中起舞 我在空中飞扬 不行 谢谢昂不双 大公共信仰 amazing Veve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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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俩的家庭都不好 再加上就是我们想多把自己的梦想给实现了 反正都在一起又不会跑 这是你想法比较单纯 你可能是 我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啊 你会飞吗 我不会 我不会 永远是你 明不懂爱 我是法海是吧 我觉得玲瓏的个性特别好耶 我刚听你讲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女生 刚这段这背后呢我觉得有很深的信任基础 因为好几个动作都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 因为必须要把这种情感托付给她 要有一定的信任度在里面 她才可以更加努力地保护好我 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相信她 我想借助《起舞飞扬》这个舞台 跟玲瓏说一句话 玲瓏 这么多年我们为了生活 一直在外面打拼 今天我当着大火的面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 美满 稳定的家 亲身 非你不举 非你不举 幸福的一对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进入你们的打分时课 看看老师到底会给你们打多少分 非常不错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走进会议的礼堂 那我给这个节目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零十位数是九九十分 我们先不要高兴得太多了 有个下面有几 三个名位 有个位置100分 都希望在最美好的年华 遇见一个人 其实往往是先遇见了一个人 让你迎来一个美好的生活 各位数是零十位数是九九十分 当你的爱情的另一半就是你的事业伙伴 是很幸福的 那我觉得今天的表演也很赏心悦目 祝福你们 我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零十位数是九九十分 我没有讲太多的话 因为我觉得在爱面前 再多的语言有点苍白无力 各位数是零十位数是九九之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奥特特区 看看这幸福的一队 到底会奥特掉哪一位老师之前呢 让我们休息一下一队广告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舞台卫生》203全民窗 由舞蹈进去就起舞飞扬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奥特特区 看看他们到底会奥特掉哪一位老师 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 这种舌头 你幸福了 他别人 这他幸福中 只有他这个十年的男友是最好的 他这种忠贞的那种爱情表达 我非常地欣赏他 加油 我告诉你们 拿到了270分的分数有些遗憾 要跟你们说再见了 但是今天在七五飞扬的舞台上 我们见证了你们的幸福 祝福两位 非常感谢四位老师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四位老师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定会找到最后 谢谢老师 祝福两位 我们曾经在08年跟10年举行的中国花式足球比赛获得到冠军 我们想要花式足球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赢得大家的关注跟尊重 今天我们在七五飞扬带给大家看到的是 国内前所未有的足球舞蹈表演 这是那么次第 那些将新的游戏 我们将新的游戏 给大家看 那些游戏 谢谢 полит赋 检ATE 那些游戏 你不能再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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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